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涛就是丞相 诸葛亮也是丞相 蜀汉的丞相 陆逊是东吴的丞相 就以这三位的身份地位 你说再找一个职位能比他们仨还大 那只能是皇帝了 但是到了唐宋明清时期 丞相这个官职就变得非常少见了 称呼他们这种大领导 我们更多会用到另外一个词 宰相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看过 李宝田老师就养过了一部清宫戏 宰相刘洛库 民间关于宰相的俗语也比较多 宰相门人齐品官 宰相度力能乘船 那么除了宰相和丞相 先秦时期还有相国的教法 这三者是不是一回事 除了都带一个相字 还有哪些相同点或者不同点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相都有哪些说法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丞相 相国这在历史上都是具体的官职 你是张相国 他是曹丞相 这么说没有任何问题 但宰相可不是 宰相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一种通俗的教法 只要你是君主下面最高或者比较高的行政长官 你扮演的是一个皇帝助手的角色 都可以叫宰相 所以在古代 丞相一定是宰相 宰相不一定是丞相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官 宰相制度是我们国家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制度 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宰这个字最早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祭祀 为什么我把它宰了和我把它杀了是一个意思 因为宰是祭祀的意思 我把它宰了相当于我把它变成祭品 那它肯定死定了 中华文化是不是不大精神呢 宰是祭祀的意思 相的意思最早是什么呢 是辅助 宰相两个字连起来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古代贵族家庭中负责处理家族祭祀的离官 同时也是帮助家族处理家族事务 处理家族内部事务的大管家 这是宰相这个词最早的意思 那么皇帝所在的家族一定是全天下最大的贵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般家族里的这个大管家角色 在皇帝他们家的位置就变成了国家行政的最高长官 先秦战国的时候宰相的职能还不是很明确 具体都负责什么跟君主之间是怎么分工的 跟下面的大臣又是怎么分工的 都没有明确的划分 一个国家一个样 甚至很多国家对于宰相的概念都不是很明确 我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职务 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谁最适合坐这个位子 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仔细想过 反正看别的国家搞的 那我也想搞一个再说 我手里这些人谁看谁顺眼我让谁当 连这个官职的叫法各个国家也都各不一样 有的国家叫宰相 有的国家叫宰或者太宰 也有的国家叫相 相邦相国 令隐 大量造 总之叫什么的都有 就比如说秦国 秦孝公时期最有权力的官员应该是右书长和左书长 这两个分别是王族领班大臣和非王族领班大臣 商鞅变法的时候一开始商鞅当的就是左书长 后来秦孝公觉得左书长的权力还是不够大 让商鞅继续当左书长不方便继续推行变法 所以重新设立的一个凌驾于左书长和右书长的官职就是大量造 后来秦孝公去世到了秦惠文王那一朝 秦国的爵位和官职进行了重新洗牌 爵位和官职之间要有所区分 不能混为一谈 大量造不再是最高的官职 而是变成了最高的爵位 最高官职变成了相邦 只有大量造爵位的人才有资格出任相邦 这就跟现在的军衔认识一样了 上将是军衔 国防部长是职务 两个事儿 但是只有上将军衔的军官才有资格出任国防部长 相邦的权力那就非常大了 他是辅助君王处理政务的最高长官 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包罗万象 并且有权力对百官进行公过商罚 相邦的代表人物有秦昭相邦的舅舅 还有秦始皇的重父吕不韦 相邦跟相国其实是一回事儿 秦朝以前叫相邦 西汉之后叫相国 主要是因为汉高祖邦的名字里有一个邦字 为了毕高祖的明慧才改的称呼 秦惠文王去世之后 到了秦武王时期就是喜欢举大领那哥们 相邦开始多了两位副手 左丞相和右丞相 成这个字本身就有副手的意思 一个县的一把手叫县令 县令的副手就叫县成 所以一开始 丞相的意思是相邦或者相国的副手 权力显然没有相邦大 负的不可能管政的 但是等吕不韦死了之后 相邦这个职务就一直控权了 丞相倒是一直有人当 二把手长期主持工作 也就成了一把手了 到了汉朝 汉朝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也是在百官中设置一名相国 两名成相 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西汉王朝第一位相国是谁 我估计很多人都应该选二 萧和 其实答案应该是一 韩信 上次聊韩信的时候 就有观众提到 韩信是一位王 侯 将相 四者都当变了的传奇人物 萧和一开始当的是成相 后来晋升为相国 萧和死后 曹灿接班继任相国 等曹灿死了之后 相国就空缺了 相国这个职务 随着几位开国大佬的陆续离世 反复变成了一个纪念意义的成为 从此不再被人使用 旅后乱政的时候 旅后的侄子 旅产曾经短暂的担任过相国 但很快他就随着朱吕一同被推翻 汉文帝登基之后 朝廷只设成相 不再设相国 从此相国这个成为 就永远的成为陈锋的历史了 成相开始作为百官的实际最高领袖 登上历史舞台 那么经历完魏晋南北朝 三百年混乱之后 历史的车轮滚向了唐宋明清之前 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 隋朝 隋朝在建国一世 反思过去三百年天下大乱的局面 认为项权作大 皇权旁落 是导致国家根基动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因此一定要巩固皇权削弱项权 那要怎么做呢 三宫九卿制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国情了 可以考虑废除 取而代之的是三省六部制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中国的封建历史翻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从此之后 你再也见不到什么丞相 司徒 大司马 大司空这些官职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参之正士 平章士 上书 侍中 侍郎 蒲叶 等等 相权从过去的独相制 被分割成了群相制 就是说以前的相国或者丞相呢 只有一个人 他要是想对皇帝对这个案是点坏啊 皇帝往往很头疼 三省六部制启用之后呢 就没有丞相了 只有宰相 宰相也不再只有一个人 可能是三个人 也可能是五个人 甚至更多 相权与皇权之间的博弈 从原来的寡头对寡头 变成了多头对寡头 这时候留给皇帝发挥的余力就大多了 那么现在的宰相都是些什么人呢 或者说都有哪些人有资格扮演宰相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把三省六部讲清楚 三省是哪三省 六部是哪六部 六部大概应该更熟悉一些 吏部 民部 礼部 兵部 行部 公部啊 民部后来因为要避开李世民的名会改成了户部 这六个部就相当于现在国务院下面的各个部委 属于具体的行政职能机构 嗯 比方说行部相当于公安部嘛 礼部相当于教委部兼外交部 兵部相当于国防部 他们都隶属于三省里面的一个省叫做尚书省 尚书省的职能和地位可以理解成现在的国务院啊 尚书省的老大 叫尚书令啊 相当于国家总理啊 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尚书令是谁呢 李世民啊 李世民选武门之变之前担任的官职就是尚书令 除了尚书省 三省里面还有两个跟他评级的机构 分别是中书省和门下省 中书省负责拟定政令和诏书啊 相当于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老大叫中书令 门下省负责审核中书省的斥令 审核完如果有问题直接驳回 如果没问题那就交给尚书省执行 门下省的老大叫市中 听着好像不是什么大管 其实地位非常高 三省的工作法理上是这么运转的 但在实际工作的时候不可能这么死板 这么僵硬啊 一般都是三个机构的主要长官们 在一个办公室和属办公 有个什么事大家商量这来啊 等商量完这事就定了 我开条子你签字你看这多好啊 我如果一老早就知道你要反对 那文件我发都不发了 我发出来再让你给我拨回去 我贱呢我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 在一个办公室里整天琢磨事的这帮人 也就是三省的正副主官们 都相当于赞向 他们和属办公的那间办公室 名字叫做郑氏堂 这是在崔唐时期 越是到奉建时代后期 随着皇帝的权威越来越大 宰相的标准往往就越宽泛啊 只要你的身份地位凌驾于六部主官之上 而且你在朝廷的决策 决策机构里 说话能有人听 你都可以算作是宰相啊 你像咱们看这些剧 雍正王朝 上述房里那几位大臣 张廷玉 童国伟 马齐 还有后来的龙科多 都可以算宰相啊 乾隆时期 很多我们所熟知的大臣 比方说 傅查傅衡啊 傅康安 和珅 刘雍 阿贵 这些人也都可以算作是宰相 好了 那么关于丞相相 相国宰相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看完视频 都能给我一个三连的支持 我是老江 感谢您听我讲述 我们下期再见